好,接下来这个门呢叫环节动物门 顾名思义身体分为一节一节一节的 它有水生有入生 因为它对环节动物门最直接的想到的例子就是蚯蚓 事实上海里面随便也有类似蚯蚓的环节动物 它两侧对称具有真体加身体分解 那因为它身体分解 可它的腹肢没有分解 它的腹肢叫钢毛一根 那一根毛是不分解的 来帮助它的固定跟运动 那它的身体里面有肌肉有环肌跟重肌 环状的跟直的 所以你会发现它收缩 收缩收缩 照着它身体可以驱缩驱缩 它就在地上爬行 而它的体液可以产生压力 叫抑压式骨骼 这我们之前提过吧 骨骼分为三大类 硬骨、软骨及抑压式骨骼 我们人类当然都有 但是其他动物还没有演化出硬骨跟软骨的时候 它们就靠抑压式骨骼来支撑身体 那在环元动物门这个门中 有三个比较大的钢 多毛钢、平毛钢和质钢 前两个好记 多毛跟扫毛 多毛就是毛很多 扫毛就是毛很少 质钢就是质 水质那个质 水质几乎都是吸血的 叫水质 我们来看例子吧 像各位看来环境我们的各种例子 这个是平毛钢 我就直接扫毛 因为有人叫它扫毛钢 平就是扫 平毛扫毛钢 毛很少 你看硬骨骼几乎没有什么毛 你摸它会觉得它的腹部 有些很短的小极次 包括它固定在地上爬行 可是那质很短 然后也很少 这叫刮毛钢 但是你看这个就很多了 一堆毛 这叫沙蚕 在海边的 毛很多 好那这两个呢 是水质 水质 所以叫质钢 所以这个 这些患症片有三种钢 都在里面了 扫毛、多毛跟质钢 以上是这个部分 其中那个水质 医疗上有用途的 因为水质会分泌水质素 会抑制凝血 而且会止痛 所以当你被水质吸血的时候 你受伤在流血 你没有感觉 你把水质剥掉了 你的血还会一直流 因为它会抗凝血 那这个好伪心 对不对 可是医疗上哪用 如果今天你要放血 那水质就可以帮你放血 或是如果你现在有血质素 它可以抑制凝血 又止痛功能 你需要止痛剂 或需要抗凝血剂 水质素就是一个好的选择 好另外我先边想要补充一件事情 这是水质 对不对 另外一个你常常听到的名字叫 马黄 听过吗 这两个都会吸血 那有什么不同 这两个其实都是 环节都我们的自刚 都是会吸血的 只是一个叫水质 一个叫马黄 大家不要想太多 水质在水里生活 马黄在陆利上生活 但他们是一样的 一个水生一个陆生 所以如果你今天去森林 哎呀被吸血了 哎呀满整个小水上都是 你在森林里 你要说我被马黄吸血了 如果今天你去水平 在水平走动 一起来 我的脚上一堆黑黑的扭一扭去的 你是被水质吸血 所以水中的叫水质 陆利上的叫马黄 但都是质缸 一节一节的 然后有吸盘 好以上环节动物就介绍到这